中国的疆域经过数千年的开疆阔土,领土广袤,让我们的一世世代代,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。 背后离不开无数数年将士们的努力,赛图拉是维宇,一位殉教者们,也是新疆重要的商道教会点。 屋子不及靠路过的商旅河最近,也要走15公里路的赛图拉小镇,在这片广阔的黄土地上,驻立着的哨所一举古老而苍凉。 如今已成断壁残缘,解放军来到此地,发现一对国军,士兵流着泪说,你们咋才来换房啊? 虽然是残缘断壁,但却是边防的前沿阵地,有无数士兵长年此地,无论士兵是来自清政府,还是民国政府,都毫无厉害地在此地留下了自己的足迹,甚至把自己宝贵的生命贡献给了这个支持建方的小小哨所。 这个哨所就是位于塞图拉镇的塞图拉哨所,塞图拉哨所为丝绸之路南方交通线上重要一环,也是前往印度的交通要道和商贸通道,更是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。 1877,左宗汤收复南乡后,一百多星军赶死队元旗舰骆驼,马匹,带着粮草,历经艰难,跋涉一月,艰难来到了这里。 他们迅速与当时群众联手,拉土郡时,在这里建立了军事校假,从此,这里有了一个名字,塞图拉哨所,并且成为当时政府最高海白出兵点,并成为中国最西边境的防御大本。 同时,清朝政府还在克里洋抢和马扎达拉设抢,和这里一起承担着西部边关八百多公里的卡拉昆仑山的守防任务。 当年,那些来到这里的军,人们戍边的岁月由此开始,和所有的地方一样,用一句话就可以说清这里的故事,铁打银盘流水的冰。 没有人知道有多少人来到这里,奉献过后,又默默离开,但大家都知道这里的军人一茶又一茶地被接了下来,延续了一个完整而有感人的戍边的故事。 清朝王后是民国,1928,南京国民政府成立,塞图拉成立了边下队,这时候的塞图拉少下有一个团的兵力,下下三个骑兵连。 边下巡逻负责八百里的边防,收卡兵力曾经达二百人。 因为海拔很高,哨所中没有电,没有其他的生活用具。 天冷的时候汉子们只能互相聚堆聚卵,吃得最好的食物,也只不过是玉米面中。 在这种极端艰苦的环境下,最后一批到这里换房的国军士兵,只来了一个八共计十人。 这一年,是1945,在随后的四年里,国民党被打得自顾不暇,当然没有人再记得远在新疆的这十名战士,先是来自军部的补体状的线,战士们只能长途跋涉上百里,到最近的小山庄里去执行获取补给,后来连规定时间内的换房部队,都没有,按时到来。 1950,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这里,没想到,竟然发现这里还驻守着一个班的国军士兵。 三年没见过外人的国军士兵,看到解放军流着泪说,可算有人来换房了,看着解放军崭新的衣物。 国军边防战士摸着拖烂不开的织服问道,换了织服了吗?有没有给我们打? 据了解,国军战士们早在两年前不及,就已经完全断掉,靠着用捡来的牛本取暖,靠着换来的玉米糊保护,靠着山上的白雪解渴,连最基本的衣物完整的都没有一件。 感谢这些默默无闻的英雄,到现在,我们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,哪里人,只知道,他们是我们的英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